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篇我看了之后有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啦 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伴侣双方对于彼此的认知理解的落差 可以有多大这样子 好哦 对 所以 在收听之前不管你习惯在YouTube还是在Podcast收听 记得追踪五星推报 然后订阅我们 把我们节目连结分享出去 你只要动动小指头就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认识我们 就是对我们最棒的鼓励啦 好那一样的我们还是要宣传一下APP APP 我们好像推出到现在快要三个多月了 对 那不想着你现在用了吗 用的如何 那你下载了吗 我们一直一直的讲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时候有一些朋友都会想要回头问我们说 那个文章到底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啊 那有了这个APP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搜寻 或者是当你想要做一些整理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些爱心收集的 就是我的最爱去收集一些你自己觉得听了之后很有感的内容 这样子帮助你在 茫茫的资讯大海里头可以找得到你想要的 好哦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等一下会先讲一下这个网络小故事三百字的原文 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它的威力 每次看到炸虾时我都会回忆起这个故事 当出生了儿子之后 我们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没有外出用餐 难得能出来吃饭的时候 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吃我最爱的炸虾 于是当我们再次外出用餐的时候 我老公还是一如既往的迅速大快朵鱼 而我则是一直背着婴儿 还努力着学习如何背着婴儿 一边品尝眼前的美食 然而当我要吃第一口我最爱的炸虾的时候 他突然消失了 我老公在我面前吃掉了他 我不知道你还没有吃完 他老公讲完这句话之后 这个作者他说他那一瞬间不禁泪如雨下 这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第一次外出用餐 而炸虾一直是我的最爱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 尽管我知道这样子还难过 好像有点心胸狭窄 但是每当我再次看到炸虾的时候 这个故事总会浮现在我脑海中 这个回忆将会永远陪伴着我 好这篇文章贴出去之后 就引起很多的老婆的共鸣 很多人在那下面就 我有看到他们标注很多男性的名字 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老公 总之呢 也有可能 但是被标注的人通常没有会 男生的话没有反应 所以啊嘉宇老师 为什么这位老婆会痛这么久呢 我不晓得刚才在听 宜璇讲故事的时候 你们可以有画面吗 那我自己在看这一篇内容的时候 我就猜这应该是这个作者 这位太太的投胎 第一次生小孩 第一次生小孩不是转世投胎 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爸妈 是头第一胎 第一胎的 对 那如果我的推论为真 就真的是她第一个小孩的话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通理这个妈妈的辛苦 因为我们 我相信现在所有人都会知道养小孩不容易 对吧 养小孩难度真的很高 但是我们大家都比较能够体会的事情 是怀孕的辛苦 因为怀孕的辛苦是肉体上的辛苦 我们可以想象孕吐有多不舒服 肚子很重 因为现在有一些活动会让学生去穿那个孕妇的肚子 还有痛感 痛感可以直接在让老公感受那个 收缩的感觉 对对对对 可是这些所有东西的痛苦都是肉体的痛苦 要去想象肉体的痛苦是难的 是简单的 但是我觉得在生小孩有一件事情是很困难去准备的 叫做精神上的痛苦 就是到底 你不管听了多少威胁恐 跟你自己真的要去养一个小孩 然后他又那么的小 全心全意的需要你的照顾的时候 是真的真的很辛苦 而且我们通常会把这个时候的需要 当成是他很爱你 你也很爱他 你很愿意去做 这个我都觉得很合理 是 可是我觉得有养过小孩的人 应该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 你整天只能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自我是会被吃掉的 我第一次听你讲这几个字的时候 自我是被吃掉的 我有点毛骨悚然 那个精神痛苦是来自于 你觉得你的自我真的是一点一滴的被孩子吃掉 我没有用错动词是吃掉 我先讲一个 有一个精神分析很有名 可是我真的一时间忘了他到底是谁 他就说 妈妈是会对孩子有敌意跟恨意的 恨的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心想说 妈妈会恨自己的小孩 他又不是自己怀胎十个月吗 我们不是一直都说妈妈很伟大吗 怎么会有恨意 我当年无法读精神分析就是这样 因为我都觉得他们讲一些 违反逻辑 对 很奇怪的话 我最近在读弑母 就是杀掉母亲这件事 就听起来很恐怖的话 对啊 可是到底那个恨意是什么 他在讲如果你有轻微过孩子的话 就是轻微就是让孩子自己 欺予你的乳房 对对对 那一定有很多人分享过 孩子其实是会咬乳头的 对 就是他是会养妈妈 在他吸不到的时候会养妈妈 他不是 他那个敌意跟恨意不是恶意 就是他只是一种攻击性 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咬他妈妈吧 他知道他在咬他妈妈 应该这么说 孩子在一岁之前 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一部分一部分 局部局部 我们都以为孩子认识的是我们 整个大人 对啊 鬼长呵呵嘛 对不对 但是这是你长大之后对人的认识 我们都回不去在三个月四个月的记忆 真的 好但是就做婴儿分析婴儿研究观察的时候 发现其实小朋友因为各种身体上的限制 还有认知上还没发展 我们对世界特别就是妈妈 因为妈妈是他最常遇到的人 对 我们不是一个人的认识 我们是一个部分跟一个部分的认识 比如说 我看到妈妈的眼睛 这是一个状态 是 我摸他妈妈的头发 这是一个状态 我吸妈妈左边的乳房 这是一个状态 那怎么听起来像瞎子在模想的感觉 就对 然后左边的乳房跟右边的乳房 是在长一个 长在同一个人身上 我并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一个左边的乳房 跟一个右边的乳房 他就是 他是 就是 切片式的理解这个事件 都是独立认识他们的 对 所以假设 左边的乳房比较好喝到奶 那对小孩来讲 他就是好的 对 但如果右边喝不到奶 他会生气对不对 对 生气 他就会觉得他是坏的 对 他就会咬他 所以他就会对妈妈 就是 那对小孩来讲 他是很直觉的 对他就是一个好妈妈 坏妈妈 或好客体 坏客体 对啊 他没有一个人的概念 他不知道照顾他是一个人 人会有心情 人会有变化 他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真的真的都会忘记 我们是小小小小孩 而且是嫩婴的时候会有多难搞 好 特别是第一胎 我说第一胎对母亲 对一个女人的意义 考验很大 重大 就是一定会很想要把妈妈做好 是 对角色做好 可是我们又没做过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又有好多人说母爱很伟大 所以你前面已经有千千万万个 千百万个女性都做得很好 你第一时间就会觉得 我应该也要做得很好 更烦的是身边指手画脚的人更多 很多 可是其实我觉得母爱常常是建立在牺牲 而且在痛苦之上的 当如果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切 你都可以接受的话 而且都能理解的话 那你想想看哦 不管你现在是男性还是女性 你在照顾一个小孩 你牺牲掉了很多的自我 然后你常常会被咬 会被攻击 就算你的小孩不是亲位是平位好了 然后他在那边睡觉不睡觉的时候 你会有多痛苦 真的 然后这个时候 你旁边那个人 我的另一半 孩子的一半股东 是 他就一直在吃饭 他只顾他自己 你觉得你会有多火 那很像是你同事 你们一起负责一个专案 你们两个一起哦 然后你在那边老婿老公哦 都没在睡觉哦 然后他呢 还在那边打电动 我会把味噌汤 泼到他脸上 因为他们去吃炸虾 应该是日本料理 这个 这个真的不是你意识层面上 或者是你在还没当父母之前 可以做好准备的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么卑微 我用卑微这个词 是啊 就是比如说上厕所 没办法好上厕所 我真的不只听过一个妈妈说 她 生完小孩之后 不知道怎么叫保养 嗯 就是连 连好好洗个头 嗯 都是奢侈 对都没有 杨圣妮常常会说 你把我雇小孩 我还去洗头 哈哈哈哈 杨圣妮好幸福 她老公比较伟大 就是当我们在说母外很伟大 或者是妈妈 呃 好像一种假设是 只要生了小孩的女人 都会当妈妈 嗯 那以前我还 我还在挣扎 要不要生小孩的时候 都会很多人跟我说 你生了 感觉会不一样 母爱就会自然涌现 可是当我们在一直强调 母爱很伟大的时候 我们会看不见代价 因为母爱伟大 已经是一个光环 一个匾额了 哦 我们在说一个女人 母爱伟大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是在告诉她 你不要靠摇 哦 因为很伟大 诶真的 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真的 那在做伟大的事情 中间有一些困难 有些痛苦 那不是正常的吗 因为你很伟大 嗯 但这会真的是让很多的 痛苦其实是很 很难被看见的 比如说这个太太 嗯 她那么痛 我们都会知道说 哦 因为她已经信心念念 那么久了 对 她没办法吃她的药的炸虾 可是太太却说 我不知道你还没有吃 先生 先生却说 我不知道你还没有吃 嗯 你知道这听到太太耳里 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们来推演一下 好 推演一下 小孩能带出门 嗯 而且她说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 对 是不是至少 以我的经验 小孩能带出门 都两三个月以上 对 那这两三个月以来 先生对于太太 产后的变化 她真的有理解 那个痛苦吗 我觉得她应该没有 好好看过她太太 在干嘛吧 哎 我知道有一些先生 她一直等到小孩 三岁才懂 爸爸这个角色的意义 因为在那之前 她其实对这个角色 没有太多的感觉 因为都是她太太 在处理的 那她的婚姻还存在吗 就不好说 然后我也会有一种 听过有一些说法 就是 有一些网友啦 也会说说 嗯 就是这个太太太 古摸吧 哦 回去很多 是她 就是太小心翼翼之类的 或者有时候先生会说 啊 我带就不会 真的 真的 或者是说 我不是不带啊 是小孩都要找你啊 我没有办法 对 蛮常听见的 就另外一半的 反应是这样 对 那这时候 我们就会回头去 想要责怪一下太太 就到底她怎么带的 对不对 嗯 好 我没有想要论 谁对谁错 好 但是我想要讲一件事情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个太太 她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吃饭 嗯 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她比较龟毛 而是 在小孩的发展阶段的时候 孩子的第一个主要的课题 她最信任的课题 通常会是妈妈 哦 毕竟那是她从肚子里出来的 这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 就是 我在好好说再见那门课题 有讲的 因为孩子 因为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个课题 所以她会给孩子最大的安全感 对 所以孩子最多的情绪 会放在妈妈身上 哦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常常会看见 这个孩子平常都好好的 怎样妈妈来 她就会开始耍赖啊 哦 开始不听话 没有 然后我们就会指责这个妈妈说 你太宠她 哦 其实不是 是因为 这个孩子对妈妈 有最大的安全感 所以她会在 妈妈来的时候 把情绪倒出来 而旁边那些人 阿公阿嬷或爸爸来的时候 她不 她不是乖 她是不敢 哦 这也很像我们成年人 是不是对于 自己比较亲近的人 或朋友 会比较容易 把自己糟糕的一面 对 放出来 我记得我在讲 爱无能那一段的时候 我会说 呃 有一个 你进入爱的话 会有一个第三个阶段 就是当我们对身边的人 你跟他好好 你跟他还可以 暧昧来暧昧去 好来好去的时候 疫情没有发生 还没有完成 哦 想起来 疫情完成了之后 你就会开始把你的 第一个攻击系 投射在他身上 哦 意思是 如果回到这个case 这个孩子对于 爸爸带他的时候 比较乖 他其实是对爸爸客气 有可能 就是我跟你不熟 我不信任你 我跟你乳小小 会不会被八楼 会 会 所以他只敢跟妈妈发脾气 对 所以我会很想讲 就是说很多时候 如果这个社会想要劝我们 生育率提高的话 不是一直在靠腰说少子话 然后国安问题 如果如果我们真的 大家要把生育率提高 不是一直发钱而已 我不是说发钱不重要 我是说发钱以外 我们要能够去看见 妈妈的情绪负担 而且妈妈需要很多人接住 接住不等于要帮他带小孩 如果可以当然让他放风一下 也很好 但是更多时候 身为一个母亲 身为一个太太 他最最最需要的事情是 我的痛苦有能可以懂 有人可以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女人很喜欢 生完小孩之后 在一起讲话吗 因为比较有共鸣 当然可以同理 对 那个情绪的价值很高 可是很多时候 男性在这边会不解 你们靠在那边一起靠腰 一整个下午 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摆错重点 我就不是要跟你解决问题 我是要讲得心情爽 就是 而且我们很容易假设 女人当了妈妈 就知道怎么当妈妈 然后当她犯了一点 错误孩子不如玉琪的时候 我们很长的第一句话说 你这个妈怎么当的 对啊 它里面假设的事情是 妈妈知道怎么当妈妈 所以你知道女人 中期一生有一个情绪 是很深的 无论有没有生小孩 其实即便到现在 我也常常会要 跟这个情绪对抗 就是女人一辈子都在 觉得对不起别人 有很深的愧疚感 我承认我也有 就是如果她 她生了 然后没有留在家里 全职照顾她 她先选择回来上班 可能小孩还几个月 就送去安亲班 或者是脱婴中心 她就会觉得不起小孩 好 那如果她真的选择 留下来了 她又会觉得 先生回家很累 好像又不能再叫先生 做什么 可是她真的好需要帮忙 而且经济现在是先生在扛 所以她好像有一些需要的时候 也很困难说出来 她又觉得对不起先生 好 那如果这些东西 就是她做了安排 然后她也回去工作 也没让先生自己扛 但是她有把一切的东西 很多的注意力 放在这个家庭 她又觉得对不起自己 是 要求我 又是父子其旅了 就是 女人真的很容易 觉得对不起谁 对啊 我也不懂 我也有的时候 我想说 我到底欠谁了 可是我们很容易 跟这个愧疚感 常常会选择 当一件事情出错的时候 至少我 我无法代替所有女人 但至少我会先自责 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 而我自己 在想我哪里没有做好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 最后找到的是愧疚感 明白 所以我觉得这是女人 很 很需要去搏斗的 那这个时候 我并不是说 身边的人告诉我说 你不要有愧疚啊 你不要这样想 没有用 因为可以这样想的话 我们早就这么想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 需要的事情是 我的痛苦被你看见就好 OK 然后如果我 我真的需要协助的时候 你能懂我 我为什么需要 我没有要你多 神队友 我也没有要你多么厉害 可是你真的能不能看见 我有需要帮忙 OK 所以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太太真的到最后崩溃大哭 不是因为先生吃掉她的炸虾 这么简单 是因为先生看不见太太的需求 那个太太永远对自己的不满意 在对很多事情都觉得有愧疚的时候 先生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所以他其实吃掉的是他太太的需求 我觉得 难怪这女人泪如雨下 好 杨老师再来第二part 就是这太太还有写到 这个回忆将永远陪伴我 虽然目前故事没有后续啦 但是呢 那下面有一些网友就说 那就再点一份道歉就好啦 这样没有解决吗 不能解决吗杨老师 我先说我没有觉得这先生一定是坏人 是是 我也不认识 可是我会觉得 先生说 我不知道你还没有吃完 然后呢 他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他的下一个动作是道歉 再点一个炸虾 还是就把孩子接过去 有什么差别 很大的差别 好 请说 如果他是下一个动作点炸虾 就只是点炸虾 那他就是supposedly 炸虾来之后太太就可以吃 他没有看到 孩子还是粘在太太身上 懂 孩子还是没有办法让太太 可以好好吃饭 对 可是如果先生是 先把小孩接过去 然后再点 让太太可以好好吃饭 那他就是真的有懂 太太的需求在哪里 不是太太需要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太太会有一种打字内心知道 你有看到我的痛苦 我的痛苦被你看见 你有懂我的需要 你有回应我 你有知道我刚刚不是不吃 对 因为如果我再点一份就是 不好意思喔 你还没吃 那个背后的假设是说 你可以吃 但你没吃 但太太是他想吃 但他不能吃 对啊 于是你看见了我的不能吃 你有看见我在忙 嗯 这件事情在夫妻关系里 说小很小 说大也很大 嗯 就比如说 宣妮跟我妹婿嘛 嗯 他们小孩也是 最近好一点了 已经可以到讲道理的程度 嗯 但他们还很小 小孩那边吃饭 弄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个就是 我常常看见 因为我又回我妈妈家的话 我就会看见 他们两个真的是 会互相 嗯 就是宣分配 今天谁先吃饭 嗯 啊先吃饭的那个人 就是先赶快 赶快好好吃 对 然后吃完了之后换手 是 另一个人在喂小孩 然后去换手 让另一个人可以去吃饭 嗯 就是这件事情 是需要被看见 而且是知道 谁来做都很辛苦 嗯 但我们也常常听见 男性朋友有一种呼喊啊 就是我前面的爸妈 都不用这样做啊 啊我现在想要当一个 好男人好伴吧 可是我怎么学 没有典范啊 好 那到底是没有典范 还是男人做不到 这两件事哦 好 没有典范就是 如果我提供一个典范给你 你会愿意做 而且慢慢做好嘛 嗯 对那如果你是假设是说 没有啊男人就很不会做这件事啊 小孩就是不黏我 那是另一个逻辑哦 好 是 懂 有一个节目 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就是 应该是近文学 近周刊拍的另一个注目 对 叫做海马爸爸 对 它是一个系列单元 好 总共有五集 然后你们可以挑 你们想挑的 看 但是这五个五集我都看过了 然后里面有五个男性 都是自愿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的人 嗯 然后其中第一集吧 叫做爸爸的眼泪是甜的 然后那个爸爸 他是一个舞台剧演 舞台剧演员 那因为疫情 所以他就必须留在家里 对 他没有演出的机会 带小孩 然后他 他就 你就看着他在做妈妈在做的事情 是 然后二十四小时绕 就是绕着小孩 围着小孩 围着小孩绕 然后他还带着小孩去 我忘了去哪里 然后请他的朋友 男性朋友 对对对 陪他 对 然后 跟女人一样 是需要一个伴的 然后那个朋友陪他的时候 他也是辛苦到哭 就是做女人一模一样的动作 就是 累到哭出来 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女人比较会哭 是任何一个人 来做 父职或母职的工作 都是会累到靠腰 累到 往生的 我有想到你前面讲的那个 自我被吃掉的感觉 是真的被吃掉 所以他不是女人比较脆弱 而是谁来都是 带孩子是一个 是你 是你消融自己去成就另一个生命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 我会觉得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当年爸爸妈妈不是这样随便带也 长大 可是我们心里就留下很多遗憾嘛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决定 不要再这样继续传承下去的时候 我们也明白 我们的父母那一辈有做他们的牺牲 当然他们也有那么没做好 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 就又不一样了 我们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而且我们对于生命跟生活的品质 都有更高的要求了 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 YouTube上都可以搜寻得到 有一个海马爸爸就去找找看 对 如果回到今天炸虾的例子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炒成一团的点 就是关于 为什么这个太太要记23年 这完全是触碰到亲密关系的一个大忌 就是翻旧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杨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很有趣 非常非常有趣 如果你知道 错的人比较多的人是你 你可不可以接受当事人 不管这个当事人是谁 他想起来的时候会痛 每当他想起来会不舒服 这是他的不舒服 跟他要责怪你无关 OK 你能不能因为 不要因为自己的愧疚 就希望别人不要提 我们常常会讲 翻旧账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啦 但是有的时候 我等一下会举例 我们就只是自己讲一下 跟我要攻击你 这是两件事情 可是我们常常会希望别人不要提 因为我很清楚 但是我犯的错 你一直提呢 就会让我一直觉得我被 指责 对 那我希望我的自尊得到保护 于是我叫你不要提 我没有要管你的不舒服 OK 所以如果我做错事情 我叫你一直不要讲 我其实在照顾我自己的自尊 不是你的需要 我举个例子 有一些老公会被念一辈子的是 没求婚 忘记了吗 我当年很穷啊 之类的 那太太 就会很 就进到婚姻里头 可能每次吵架的时候 或者是偶尔在外面 吃饭的时候 偶尔他 都会拿出来被酸一下下 那当年也没求 或者说你好好 老公都有求婚 那听到当事人耳里一定很刺 对不对 对 可能太太也没有要伤害他 他就真的只是 喷喷了一句说 你看那个谁 好好甜蜜哦 那个求婚现场好浪漫 有时候也要看老公的个性 之类的 但有一些老公这样就不行了 就是我也只是在表达一件 我觉得很值得令人羡慕的人 可是当事人会很敏感 这个时候有一些啦 有一些老公会说 你到底是要念几次 对吧 你念几十年了 还没搞吗 来来 我告诉你这一题怎么解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 太太在要的是一个隆重的婚礼 对吧 隆重的求婚 隆重的求婚 对吧 可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是 我们有的时候 包含我们自己哦 我们有时候会现场说 我小的时候都没有出去玩 或者是毕业旅行 我没有跟到之类的 我们也没有可能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当你不是 你要跳脱你是当事人哦 你是跳脱那个没做好的人哦 否则你会很困难 还会思考 我们也没有一种可能是 我们其实在讲的是一种遗憾 我们在讲的是 我们的青春有一个幻想 而这个幻想 永远不会成真的 没错 然后 但是这个失落 我不一定真的 完全的消化掉 但是我确实是失落 我先说 我不是说翻旧帐可以 我要说的事情是 如果他就只是 有的时候这样念一下 或是有的时候就是说 每次看到什么 我都觉得好遗憾 他在表达他自己的情绪而已 可是你就快要受不了了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的事情是 如果他的这个念一下 是他在安抚自己 他是在说 他一旦心有一个痛苦的时候 你要做的事情是去接住他 比如说那个婚礼的case 忘记求婚的case 好 就是如果你 每次就会说 你到底要念多久 他不就跟你说过了吗 当年因为怎样 你在讲道理 但需要的是被情绪接住 接住是说 真的很遗憾 我当年没有 没有办法给你一个 像样的求婚 好 你接住的是他的情绪 就是真的很遗憾 他有可能不会再提 或者是 有可能 还有可能会再提 不一定 但是至少你们不会继续吵下去 是 可是如果你一直在讲的事情是 你不要再念 都过这么久了 你到底要念多久 我们这句话 背后想保护的是我们自己 不是他 因为是当他每次提这件事情 你都会一直被提醒 你做错 而你不想要一直去面对 那个错的自己 坏的自己 于是我叫你不要提比较快 懂 所以回到 这个炸虾的例子 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23年来 他们夫妻关系怎么了 嗯嗯嗯 可是如果 就像他信上讲的 他就是每次可能看到炸虾的时候 他就淡淡的说一句说 哎你知道吗 每次看到炸虾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当年那件事 这个时候 另一个人的反应很重要 嗯 关键 如果另外一个人是说 哦靠 又要来赐我 嗯 又要来翻旧账 嗯 那就吵得没完 嗯 因为一个人就会有一种 我一直 你为什么一直有完没完 嗯 你为什么一直都要踩着我 嗯 你为什么要让我不舒服 所以一直在讲这句话 是说我我我我我 我的情绪很重要 我很不舒服 可是这个时候 他的情绪就被你丢下了 是 这个时候其实 太太要的很简单 嗯 他只是真的真的 在他那个时候的痛苦 被你看见就好 嗯 你这时候 需要讲什么就可以 不是再去帮他点一份炸虾 也不是说 从此之后我买一个 炸虾店给你当老板 不是这种东西哦 是你可能可以说 这对 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好 没有没有准备好 当好一个爸爸 让你辛苦了 哦 有 我有觉得 如果我是太太被接住了 因为那个炸虾 我一直讲 不是炸虾的问题 是需求的问题 是痛苦的问题 如果你一直没有接住 他的痛苦 他就只好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那有一天 他的痛苦被看见吗 或者是你有反应 对 我们 连我们自己都会这样啊 我们的痛苦 没有被我们父母看见的时候 我们每次回家 也是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让他痛啊 对 而且不管讲什么都可以拉回 你要戳的那件事 我们都是这样在面对 我们的敌意跟 攻击性的 所以也许 如果换一个说法 我们是从 接住跟看见的说法 去说一次两次三次 太太可能 你每 她每次讲炸虾 她就 你都会得到 她都会得到一个就是 真的 我当年真的太天真了 没有当好一个爸爸 一次两次三次 她可能 渐渐地看到的不是炸虾 是看到她 先生忏悔的脸 这样子 她就发现 嗯 对 想到炸虾 我就想到我的先生 都会跟我道歉 啊 我就好多了 真的有可能 原本是心痛的感觉 后来会变成 有点 醋V 就是 好像先生就会有 有一种 去理解到 她当年的心情 好 但我在这边讲 我知道很多网友 还是会酸说 拜托 我这样讲 另外一半又会 怎么攻击回来 怎么样之一类的 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过 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话 都要这么次 嗯 为什么我们 总是在跟最亲近的人 呃 只要对谈 都会感觉受伤 或者让对方受伤 嗯 我们为什么有话 没办法好好说 是 其实这正是因为 我们他太想要 我们自己的需要 被看见了 嗯 我们自己的 不舒服被看见 而就像我今天讲 这个故事 通篇都不是 那个炸虾的问题 对 通篇是 就是在那个 情境 那个状态底下 那个痛苦 真的太巨大到 我需要另一个人的 看见 而让我感觉 我的这些牺牲 是有价值的 是值得的 对 那这件事情 被看见 安全感建立起来了 炸虾就不是问题 好啊 我觉得每个人的 生命都很长 一定 你一定也有 那种经验 就是 可能某些人 某一个时段的 一句话 他就会伤了你 一辈子 那如果像今天 这个炸虾太太的事情 我猜啦 他会这样 叨叨念念 23年 恐怕他的先生是 从来没有 能够去接住他 或看见他的 那我觉得 心理的伤 如果已经形成了 其实我们 刚刚杨老师的 对话里面 也一直在讲 如果你能够 有一些言语上的 去接住 其实或许就有 疗愈的可能 翻转的可能 对 关系有机会 再往下走一点 是啊 那这些能够 接住人的话 该怎么说呢 这就是凯宇老师 即将在台湾时间 12月18号 晚上上架的 我想跟你好好说 这门课程 可以带给你的 嗯 我们现在 就是第一讲 免费试听 还有课程的内容 都在官网上面 已经可以收听了 收看了 我很鼓励你 在这一段时间 可以先去听听看 这个内容 是不是过两天 就要上架了 对 就是我们是 16号播出 18号晚上 就可以加入了 你可以听听看 这是凯宇 应该花了他 20年 血泪 故生命的提炼 生命的提炼 为什么好好说话 差很多 是 你会得到 完全不一样的反应 然后原来 我们想要的关系 并不遥远 就是有的时候 在我们的回应里 在我们每一句 说出去的话里 把彼此推远了 真的 到底要怎么样 好好表达 我们的在乎 而不是用calsay的 不是又一种 很酸的方法 明明是很爱 可是却又 说出来都是伤害 是啊 我已经听完 这门课程了 我很有信心 只要你加入的话 也可以在这门课程的 陪伴下 经营出你想要的 深度关系 那我们今天 好 那我们今天 就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 空中再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